有些网友谈论俄罗斯问题 回应一下 先看看 第一个是朱永生 他说俄罗斯这次被西方削弱 变相推动了中国和中亚国家的关系 中国和吉尔吉斯坦的铁路也可以开始修了 这项计划被普京阻止了20年 所以连观察者网下的留言都开始骂普京不仗义 其实普京不仗义也不是第一天 有些事情我只能够这么说 最初俄乌战争打起来的时候 有很多人盲目催俄 其实我的看法真的不是很合适的 尤其是哈萨克斯坦那边的情况 如果他了解过 一定不会说俄罗斯很威力做得很公道的 不是这样的 我很粗浅的看法就是这样的 青山涂牌麻醉员就说有俄罗斯的电视节目真是瘋 有个俄罗斯自由民主党的议员就说要解除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武装 做得到什么不要傻了 其实不是做不到的 如果他够僵一开始把核弹射过去 那就可以令到其他国家收皮也可以 老实话 如果你真的想揽炒的打核战的 那当然什么都可以 但是你打了核战之后 你会有没有好处 那问题是你实际上一个国家 你都要计算自己的利益 那当然俄罗斯对于很多地方来说 又爱又恨的 就像刚才应该是 就像朱永生说吉尔吉斯坦那里 吉尔吉斯坦那里 其实里面有很多俄罗斯人 我们先讲一下里面的情况 吉尔吉斯坦呢 有很多人有俄籍的 而且有很多吉尔吉斯坦的人 其实就会去莫斯科那里打工 或者去俄罗斯其他地方那里打工 那如果没有了俄罗斯的帮助的话 吉尔吉斯坦呢 其实就是修得皮的 这个我也要说老实话先 但是问题就是这样 吉尔吉斯坦呢 他们内部现在都多了一些问题 尤其是多了一些比较极端的 伊斯兰教的人士出来了 以前就没有的 究竟这些吉尔吉斯坦那些比较极端的 那些人是怎么走过去的呢 这个呢 我听人说 有些在西方说这些东西的专家 他就说 其实比较极端一些的 就是伊斯兰教那些呢 其实就是向南走一些的地方 就会有这样的情况 或者向西走一些呢 就是好像乌兹别克那里呢 他们信那个伊斯兰教呢 这个是那些专家说的 他们信那个伊斯兰教呢 就比较保守的 我听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了 另外 朱永生他也有补充的 读一读他的留言先 朱永生就说 最主要是这次由吉尔吉斯坦总统 向普京解释吉尔吉斯坦呢 需要中吉污铁路 就好像需要空气和水之后呢 普京就表示不再反对那个计划 不是中国提出来的 变相维护了中俄关系 但是普京反对的东西 就不只是这些那么少的 之前呢 这个哈萨克斯坦 出口石油去中国 那个定价权 普京竟然是要求过前总统 把这个定价权 是由俄罗斯来决定的 那当然了 这个哈萨克斯坦前总统 当然是厉害了 我的看法呢 就是这个哈萨克斯坦 他那个前总统呢 是一个很厉害的人 当然现在 其实应该 就是表面上 看起来那个 政治斗争就输了 这个 纳扎尔巴耶夫 看起来就输了 纳扎尔巴耶夫 但是 他是唯一一个 中俄国家里面 能够向普京说不的人 当然 哈萨克斯坦 他有他的优势 因为 他有很多石油和天然气 但是 他的石油和天然气 现在都是被普京阻止 不让他出口的 因为 在黑海用的那个码头 就是俄罗斯的 现在他就不知道为什么 出来说 哦 那个码头呢 现在就要维修 之前呢 台风搞到现在要维修 或者巨风 不知道什么风 说真的 这些我看到就是 这些是乱差不来的 就是我粗浅的看法就是 就是 某些东西呢 就是俄罗斯对于 这些中俄国家呢 或者严格来说 这些是其他独联体的国家呢 都不是很尊重他的主权的 就是用其他方面去施压的 他们是很兴用的 这一样东西 其实就不适合 我粗浅的看法 那么 还有 一个问题 就是 苏联解了体之后 其实 现在分出来的那些国家呢 有些到现在都是很乱的 还有些是互打了三十年的 举个例子就是 亚美尼亚 和 这个阿塞拜疆 在高加索地区那里呢 已经打仗打了三十年 就长期有人死的 亚美尼亚人有什么人支持他们呢 法国佬就很支持他们的 这个是北约其中一个国家 法国佬是不是 在阿塞拜疆有另外一个北约国家支持 就是土耳其 土耳其就支持阿塞拜疆的 那 俄罗斯呢 其实就做了一个平衡 俄罗斯呢 他都有帮 亚美尼亚人的 亚美尼亚人呢 有很多都很怀念苏联的 觉得苏联时代呢 就和平很多 那么 这个关系是很复杂的 就是 在 这些 毒联体国家那里呢 就是有太多那些事情 是处理不了的 其实是 就是 苏联解体遗留下来的问题呢 到现在都是未解决的 有很多是 那你说普京是否想解决这些问题 那就是说真的 我的看法就是普京呢 只是会解决 对俄罗斯有好处的事情 就是 举个例子 克里米亚他喜欢 就是俄罗斯 就是 随便收回 他在顿巴斯那里 那里 他又想收回 那他就又收回 但是 对于 毒联国家来说呢 就是 很明显一件事就是 俄罗斯就是 俄罗斯和美国思维差不多 一直想控制其他人政治 经济文化发展 总之 样样都不能够高于美俄 是啊 他们有这个情况 其实是 那些中亚地区的那些斯坦呢 很多斯坦国呢 其实以前是 朝贡给清朝的 即不是俄罗斯一部分来的 如果你看过 那个历史上的情况 就知道 那 不过当然 俄罗斯帝国一强大呢 那他就 肯定会 就是 他肯定会 被人拼去 俄罗斯那里 那 就是 清朝是很惨的 就是说真的 清朝是 就是严格来说 为什么会衰弱呢 其实当然是英国人 就是鸦片战争 搞到中国衰弱 就是鸦片战争之后呢 俄国呢 是加快了侵略 那当然呢 现在就是我们 中华人民共和国呢 都是继承了 大致上 就是继承了清朝的时候 那个国土的 大致上 但是都继承了清朝的国土 尤其是清朝全盛的时候 国土是比 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要大得多的 那个事实就是 那现在 俄罗斯 他那个操作 其实是不是 要重建苏联 我的看法 就不一定 是要重建苏联的 普京 不过 他要 继续建立一个影响圈 这个俄罗斯 是 而他的影响圈呢 就是要影响了 其他毒联体的国家 我粗钱的看法 那 Sherry Wong 我就多谢你的支持 先 那 青山 头发麻醉员 就说 拜登提供多管火箭炮给乌克兰 很快会搞出大大件事 那 火箭炮射程可以去到很远的 那我告诉大家 那个射程应该可以去到300公里左右 但是 美国 他就说他会淹了 这些多管火箭炮的 现在 就淹了 是淹到80公里 但是 美国这些多管火箭炮 他的优点是什么呢 他是不用好像俄罗斯那些炮 俄罗斯那些炮 你要计 那个弹度 那个角度 他 就是要计 角度 你要射多远 要去什么目标 那炮兵是要计数的 这个就是俄罗斯方面的火炮的操作 但是 美国佬这些多管火箭炮 很简单 真的很简单 不是开玩笑的 美国佬 因为他们的军备 基本上 全部都是跟GPS系统 结合在一起 所以 美国那些多管火箭炮 是怎么操作的 大致上就是这样的 就是 他进入了 要攻击目标的GPS 方位 GPS coordinates 放进去 XY 要射去哪里 XY 那么 他们那支炮 就会自己计数 去射向那个方位 所以说 美国有些东西 很厉害就是这样 他的科学技术的累积 是 给很多地方领先 你不要忘记 这些 多管火箭炮 是 七八十年代的产物 不是新东西 你要记住 美国佬现在去搞这些 其实 这些货都是旧货来的 他送给 或者 卖给 乌克兰的那些货 全部都是旧货来的 那 现在当然 实际的操作大概是怎么样呢 他进入了GPS coordinates 那会怎么样 因为美国那些炮不会很多 那现在 估计 乌克兰就会怎么做呢 就会 进入了GPS 之后 就射回去 攻击乌克兰的炮火阵地那里 因为俄罗斯有些阵地 就在不断射炮去 乌克兰那边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 稀小如 也多谢你的支持 那 你说 不要射进俄罗斯里面 等同美国间接向俄罗斯宣战 普京之前已经警告拜登 只要 乌克兰方面 他打进去的GPS 没错的话 准成到 大概应该是方圆5米 这是根据英国的军事专家说的 因为英国的军事专家 他也有评估过 那究竟英国的军事专家有多准 我不知道 但是 也要明白一件事 就是西方有些技术 真的不能够看小 我只能够说 就是 不像某些催俄的人说 西方的武器是没用的 那些 要认清一个现实先 美军呢 在过去三十年 都是不断研发新武器 还有 是令到他 一直用的武器 就更加精准的 其实就是 这个也是很烦的了 就是我的看法就是 普京之前警告过拜登 拜登呢 他就说我已经淹了那些东西了 那 究竟是不是 我们当然没办法知道 这个我们不敢说 那 那 现在才被乌克兰帮助不大 作用呢 只是再坚持久一点 一开始 给就可能有用 但是 你看到一样东西的 就是 德国和 美国呢 其实是有不同的算盘的 德国 会给一些 就是 防空导弹 给乌克兰的 但是 现在给也是太迟的 其实你想想就知道 其实 根本 就是大家都有保留的 其实呢 美国的一个算盘呢 就是这样 就是你能够到呢 我就 送些东西给你用 咯 你够不到的时候 我就帮你够多一会儿 就是 现在美国佬是这样的操作 那 某程度上 就是在玩什么呢 就是说句不好听的 给大家听先 就是 他们就想把乌克兰呢 变成好像 敘利亚那样 那 变成敘利亚那样 可以打多久 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可以打多久 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可以打多久 而且呢每天都有人死的 现实就是 到现在都是每天都有人死的 那 如果 乌克兰和俄罗斯 就是这样打 将俄罗斯的军力就扣住乌克兰 那 这个就是西方想做的事情 当然是 其实他们想打一个消耗战 就消耗了 这个俄罗斯的国力 就是这些 很明显的了 就是德国他也是这样做的 就是你看得到 那个 算盘就是这样打了 但是这样打其实就是打不挑响的 美国佬也是这样打的 但是当然德国和美国 是不是完全同心同德呢 看上来就不多次了 现在 所以有很多事情都很难说的 那 七彩乃尿虾就说 租老头说话 还可以上转头 有人扛出来和他闹 他就说了 他说了 他说他阉了那个系统 现在只能射到80公里而已 那 香港的MHK就说 美国在这里自欺欺人 美国提供GPS 武器和技术 弹药又提供俄军位置 也不叫参战 是啊 他真的这么说 我说我没有参战的 我没有的 那当然俄罗斯当然是 明知美国佬在这里参战 但是你看到俄罗斯 其实严格来说 都是耳朵底的 事实就是 其实美国佬很明显一开始 一定是在参战的 如果你真的够姜 你应该一早就打美国 乌克兰 不是只是打乌克兰 对不对 其实俄罗斯他自己都知道 不够美国佬打的 所以他就打乌克兰 其实告诉你 是有时间搞的 其实大家都是国怀鬼胎的 我虚哉识说得对 很难搞的 现在不是那么容易处理得到的了 那当然美国他自己有很多问题 你说美国会不会死呢 美国现在经常都说 自己 哇 他的新闻有报了 现在我们这个 水库不够水了 看来也不碰了 那这个情况呢 就是美国他不会不碰的 美国他控制了很多东西 在这个世界里 你那个梁架狂升的话 是啊 美国西岸那里是缺水 但是东岸那里没有东西 他没有事的 他照样生产 所以呢 搞不到的 就是这个现实是 很糟糕的 搞不到的 就是他那个地理位置太优越了 而且他有太多资源了 而且他那个钱呢 是控制了这个世界太多东西 所以你是很难搞的 哈 这个河虎就说 美国是曼尔连 其实是华安实力红厚 其实 你不要轻易信说 美国就来倒的那些 现在内地很多自媒体 很流行说 一样东西就是 美国就来倒的 美国是指老虎 就是 坦白说 就是说一下没所谓 你信了就大了 我很粗钱的 你信就真的大了 所以很烦就是这样的 冲仙威就说 知己知彼方能取胜 打仗的时候 就不能够 轻视对方的 白登上就是做戏做完套 说我画了红线 我没有跟你打仗的 我们现在就帮一下 乌克兰手 帮小小 朱定生就说 有时间玩 即使俄罗斯将整个乌克兰吞拼 美国都可以在乌克兰搞游击队 更加便宜 也对俄罗斯伤害更大 令到俄罗斯陷入治安治 是啊 你割了都很难治你的 其实就是 说真的 在顿巴斯地区 有很多人 他们当然是觉得自己是俄罗斯人 但他们觉得俄罗斯人那些人已经走了 所以你实际上留在那个地方的人 很多都是觉得自己是乌克兰人 现实就是这样 所以现在乌克兰是有时间搞的 看起来 有时间都搞不了 当然我们当然想他们和谈 坐下谈 但现在你看得到是没得谈的 之后世界都会有很多问题 阿威就说 如果能够远距离炸俄国保级线 俄国就很难战胜 但是我说件事给大家听 如果要打烂俄军的保级线 是很难的 因为俄军有一种部队是很厉害的 其实有两种部队都很厉害的 一种叫做铁路兵 铁路兵可以在不同的地方都可以建一条铁路 当然是很厉害的 当然是很厉害的 不是够用 但是另外他又有管道兵 俄罗斯是 他就可以铺一些喉管 譬如你要大量的柴油 因为前线要用很多柴油 他又可以整条管 柴油就经条管运去前线 那条管的走线你看不到 他做完之后他晚上开工 晚上开工做完的管线 有些真有些假的 你是炸不到他的保级线 他有些真有些假 这里又随便找几辆车走几车 让你以为是 因为最重要是你看卫星图片 尤其是晚上的卫星图片本身已经不清楚了 不清楚的卫星图片 还要在上面找些东西混淆你 所以要精准地打击俄罗斯的保级线 是很难的 所以之前才有乌克兰军队 当然他不认 他做了肯定是 我觉得也是乌克兰做的 他就进去俄罗斯境内 就炸了他的油库 为什么要这么薄呢 就是因为他没有办法炸到管线 这个就是那个问题了 去了的时候说我弟弟在加州住 他们故意每天新闻都有一个特册 报俄乌战争 连他们自己也说 又不见他们报这一刻和阿富汗 就是这么说 这件事他们一开始已经说了 这个就是自由和独裁政体的斗争 乌克兰也是这么说的 乌克兰就是跟欧洲说 你们民主政体要支持我 因为我们都是民主政体 我们帮你顶住这个独裁政体的乌克兰 不是顶住这个独裁政体 就是乌克兰帮你顶住 这样 那就糟了 就是这个 我也说错了 所以现在很难搞的 不是这么简单 蕭蕭就说 美国自从阿富汗设兵 不会这么快又派兵参战 难得乌仔献身 又用回代理人战争 其实暂时不能够再出兵 因为拜登这个人 就是他要拿这些东西去玩的 他是大奸狗来的 你要记住 一个大奸狗 是说一下 他不会真的下手去做的 那 蕭蕭就说 中国不可能实际有太多自以为 国家是最强大 国家是强了很多 但是要走的路都很长 就是我们经常都是这么说的 是很麻烦的 七彩蕭蝦就不觉得西毒有多民主 他们现在就是说他们才是民主 他们拿了话语权 你不觉得他是民主 他有一个标准 他说他是自由 他是民主 Kavin Pang就说 社长好像唱好美帝 踩俄罗斯 煽动对他的仇恨 没有 你要明白 如果Kavin Pang 你有听节目的话 其实美帝那些坏东西 我们经常有专题说的 所以你千万不要这样说 你这样说是不公道的 我也没有煽动俄罗斯的仇恨 这个是你胡说的 这个Kavin Pang 我是说事实的 还有 Kolang就说正宗国际大坑狗 是的 没错 绝对是 这个拜登 ChanCF也多谢你的支持 我是说事实的 我很粗浅的 整天都说事实的 那么 香港人物HK就说 乌克兰说我支持 西欧英美你们不过来支持 你们不支持我就放俄军过来 他真的这么说 不是开玩笑 你说得没错 香港人物HK 现在 扎连斯基就是说 如果我们支持不了的话 就不只是 乌克兰会没有了 你们西欧也没有了 他是这么说的 那么 Mark Wong 也多谢你的支持 其实美国那些坏东西 我们说的特别多 我们是如实去说的 我们当然 我们的线是很清晰的 我们就实事求是去说的 我们说美国那些坏东西 就连美国那些左派也是一样的 但是我们不会说到过了火位的 因为过了火位其实也没有好处的 有些人听了很过瘾 觉得是这样的 你听了很过瘾 但是其实实际上是没用的 为什么呢 因为人家强的东西 你一定要知道才行的 还有俄罗斯有问题的 你也要知道才行的 这个一定要认清楚 Sweet边边就说我们是发展中国家 没错了 就是中国一定是发展中国家的 是实事求是 这个是青山图码 所以我们是坚持着一些原则去说的 我们不是随便说的 不是抢说当被吸的 烧米饼就说 中国很多自主研发高科技产物用了三十年时间 才追到西方中阶级数 最快要用二十年才会做到最顶级 是要时间 那里面说 司机乱说 普京怎么会搞北约呢 其实北约也是很贱格的 这里也要说 北约也是不想牵涉太多 好了 来到这里 休息一会儿